曾蔭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判監20個月 我聽到我心涼了 判監 坐牢 罪有應得 說回曾蔭權這些東西 曾蔭權七年 亂講七年 我講漏了一樣東西 就是高鐵 高鐵曾蔭權時代搞出來的 高鐵 國民教育 電視發牌 黃蟲事件 雙非人婦衝關問題 衝擊香港醫療系統問題 先講回高鐵 曾蔭權推出來 那時已經講一避兩檢問題都未解決 為什麼會推高鐵出來呢? 他完全沒有答 訪問他那些人的時候 他強推出來 現在 搞到高鐵 超支又超支 這條高鐵老實說是無底心譚 你想想在中國的高鐵全部都是錢收場的 沒有錢賺這些東西 還有現在中國旅客消費力根本就不高 你強行捉那些人下來浪費狗氣 那國民教育 怎樣洗腦教育 又叫洗腦教育 是曾蔭權時代推出來的 發牌事件也是電視發牌 也是曾蔭權時代搞出來的 他還沒解決 接著交給梁正英 一塌糊塗 又是個亂字 就講返黃蟲事件 不用說了 搞到廣宗罵戰 雙非淫婦問題是這件事牽涉最大的 你想想雙非淫婦問題的時候 每天天有些雙非淫婦會衝關的嘛 然後衝完關之後 又衝醫療系統 雙非淫婦已經開始入學了 大了 又衝擊教育系統 你想想北區的學校被人衝 爭學位 就想曾蔭權這個人 立粹人給錢出錢給他 香港人就是立粹人 他又不顧納粹人 顧外地雙非那些 那你是否匪夷所思 全世界都沒有這件事出現 說回雙非英問題令香港多麼混亂 聯絡到私家醫院的問題 當時私家醫生得過淺字 怎樣得過淺字呢?那時候是全星球人 什麼叫星球人?一星期賺一球 一球是100萬 產科醫生接這些雙非生意賺很多錢 睜大兩隻眼就是錢 你說一個醫生是這樣的,你怕不怕? 睜大一隻眼就是錢,私家醫院 那時候說明本地孕婦沒有什麼要求 只是想拿個床位生兒子 都要上街遊行,那時候是沒有人理會的 沒有人理會孕婦 你想想你做老公,你的太太懷孕 或者你曾經懷孕的女士 懷孕已經辛苦了 還要這樣才可以拿到床位 上街遊行,還要沒有人理會你 那時候很慘 每個人都敷天搶地,那時候多麼混亂 你想想曾蔭權亂講亂到七彩 所以曾蔭權 這次判刑,我想很多人心良 真是他罪有應得的 還有寄予現在參選特首的人 不要尖尖自喜 你看曾蔭權這個所謂特首的下場是怎樣 你將來會不會是這樣呢 我曾经说过这个所谓特首 无人拿枪指着你,想去叫你做的 是你自视过高,是你自信心爆棚,说你得的 你上到去之后,市民监察你,传媒监察你 是应该的,因为你公职,你拿公帑,你的职位应该有很多家庭 对不对 你不要像现在的梁振英那样,下出律师信,告传媒 浪费的,你坐在这个位置,没有人叫你上去坐 如果你不是,你会觉得,喂,坐在这个位置,原来会面对这么大挑战压力 你想想,如果不行,就回家做个好老公,或者好太太 就不要出来,真的摆了,对不对 就说回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就想起梁振英,不用说了 我一定不能放过梁振英,因为梁振英,他用司法系统来搞人 搞梁又搞什么,又搞那些文权议员宣誓问题 一定不可以放过梁振英,梁振英一定要,UGL这件事 一定要放上法庭,告到甫妇 随时用这条,随时用这条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 都可以搞到他,搞到他要入狱,对不对 随时可能不用,真的,你现在这件事,你查一查 你给莲主查一查,就可能更多东西,更多东西披露出来 所以梁振英,梁振英这个人,不能放过他 曾荫权,今时今日坐牢,他是罪有应得的,应该的 个人意见,独立思考,讲完 本就会忘记到吓英 梁振英